好,大家好,我是A.A.A. 又到每日EA的時候了 對了,我現在要來吃晚餐 很早的晚餐,現在應該是五點初而已吧 對,然後呢 我今天吃的晚餐是我們家這邊的那個水餃 我吃水餃從來都沒有在沾醬油的 幾乎沒有 除非那個水餃真的是 白痴沒有味道一個極致 不然的話我通常不會沾任何的沾醬 那我吃的是高麗菜的水餃 我們家 今天的水餃非常好吃 就是它有 肉跟那個高麗菜的自然的鮮甜的味道 然後 總之就是好吃就對了 然後 後來我又買了 就是 這一間水餃對面的一間叫做 當紅炸子雞的 這個炸雞塊 然後 這間也是非常好吃 這間也是非常好吃 它好吃在哪裡就是 它非常的juicy 非常非常juicy 而且它這個 肉沒有肉的臭味 因為 因為其實有很多就是 炸雞啊或是什麼之類的 它有很多都有 肉的臭味 就是它可能 多放了一天或兩天了 想說用炸的不會有什麼 就是用炸的這個味道那麼強烈 可以就是把那個肉的臭味炸過 蓋過 但其實上是無法的 那當然這一家的話 它的就是 肉真的是 沒有臭味 然後 肉汁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我剛才咬了這一 這一塊 比較沒有什麼肉汁 但它 幾乎都是很有肉汁的 嗯 所以是非常juicy 非常好吃 然後 10塊這個雞塊 的話是250 這樣 好吃 那這個 水餃的話 是10顆35塊 那也蠻便宜吧 嗯 現在外面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 嗯 應該有4塊5塊的吧 那這水餃的話 也沒有很小顆 然後它是就是 不是那種外面叫來的 是老闆娘自己親手 一顆一顆包的 這樣 所以真的很棒 就是如果有到 成德路 成德橋這邊的 可以去那邊吃吃看 就在 就在成德橋附近就對了 好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 想要知道確切位置的 可以留言問我 好 以上 結束 嗨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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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